我覺得對我而言我剛剛有講 就是我希望他開心 那我說你也不用急著 就是這個要很忙碌啊 工作什麼 那這個我可以來賺錢養家嗎 你說自責我覺得一定會有 因為對我來說 我會希望他是快樂跟健康 但他如果心中有一些 自己承擔的東西 那我跟他講 以後你遇到什麼事情 或心中有不開心 對 你就直接跟我講 甚至把我當 有些東西可能是壓力 他不能對外講的 心理的 那你就來 你可以來打我發洩啊 揍我啊 當出氣包啊 我可以做那個 有沒有不打翁啊 讓他揍嘛 就是要早我的話 只能在這個8點之後 跟6點之前 晚上8 早上 早上8點 早上8點之前 因為我 我很像公務員 就是我早上7點就是準時起床 帶我女兒就是吃早餐 那我太太我們會一起 有時候會做這個蛋餅啊 然後弄 弄早餐 然後8點我就是 會帶小朋友去上課 所以我開始工作之後呢 就是8點之後 然後呢 到這個日落之後我就休息 所以 我的錄音 我是很少在唱片圈裡面 音樂製作人晚上不進錄音室 你絕對看不到我排班 晚上我也不寫歌 也不開會 對 我這個老闆就知道了 對 所以他約我 就晚上覺得不在 就是家庭時間 所以 6日我也不會有工作 所以我很像 音樂圈的上班族 如果是很重要 或很大牌的藝人 來找你 你也會幫忙過你 因為對我來說啦 當然就是 這可能要看老婆 老婆如果說這個藝人 他很喜歡 像他最近一直在叫我 這製作嗎 誰 他就叫我 要去用實名師買票 買金債宗 他喜歡東方神奇 然後我就很驚訝 我說 你看你老公就好啦 幹嘛看什麼東方神奇 他說 你們差遠 就是 我在我老婆面前 整個被那個 整個就是吃 吃住吃他不行 然後還要幫他花錢買票 我在家裡的地位 就是永遠就是最低的 一直都是這樣子 沒有啦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 你有一個家庭是男人 就是家庭背後的女人 要有一個 支持你的女人很重要 何況我家有三個女人 其實我覺得 現在越來越好了 對 然後我覺得 對我而言 我剛剛有講 就是我希望他開心 那我說你也不用急的 就是這個 要很忙碌啊 工作什麼 反正這個 我可以來賺錢養家嗎 對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但是他這次我們 紅心智慧的歌唱比賽 他是擔任做事人 對 因為他的 他其實口條跟邏輯 其實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次我們 其實蠻早的訂了 去年那時候 我們在籌備比賽的時候 他就是主持人 然後我有問他說 他沒問題啊 所以5月4號開始的 5月的每週六的那個 複賽 因為我們會辦四場嘛 所以他也都會 他也都會 主持人 5月4號起的每週六嗎 對下午 我們辦在下午這樣 就是剛剛那個 他們在Sakura的那個 那個場地這樣子 對 他就是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對對對 他最近有胖了一點嗎 最近有胖了 因為他媽媽有來我們家 就幫忙煮菜 這樣子 煮飯這樣 因為媽媽 他媽媽覺得說這樣子 可能這個 自己做的東西會比較 比外面那種外食 因為我們都 我們這個 這一代都是外食族 就是都是Uber 然後可能 沒有那麼健康 對 所以最近吃的還不錯 現在大概幾公斤 現在好像 前天跟我講 31還是32 我本來就是比較 我覺得男生 可能就是一錢 一錢扛吧 所以那時候大家問我 我說我真的沒有什麼 太多想法 但是反正 換話是我太太 我就 我是她丈夫 我就是一起承擔 我們來扛 扛下 不管工作上 帶更多帶小孩的一些 日常的一些接送啊 花有跟你表達什麼 還有新年想法 在你這件事情上 她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我一些 可能是工作啊 我說不用擔心啊 我覺得 就算有影響 那就影響 那又怎麼樣嘛 工作啊 工作難道比你的健康更重要嗎 我覺得就無所謂啊 如果真的 大家會因為 這個事情 然後不聽我的歌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不能控制 大家的 大家的 慾望啊 你說自責 我覺得一定會有 因為對我來說 我會希望她是 快樂跟健康 但她 她如果心中有一些 嗯 自己承擔的東西 那我跟她講 你以後 你遇到什麼事情 或心中有不開心 對 你就直接跟我講 甚至把我當 有些東西 可能是壓力 她不能跟外 對外講的 心理的 那你就來 你可以來打我發洩啊 揍我啊 對啊 當出氣包啊 我可以做那個 有沒有不倒翁啊 讓她揍嘛 是不是老公就應該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扛下那個 各種大大小小的那種 心理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 對 我看到她的轉變 跟她的努力啦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給她 多一點的時間 我太太是很棒的人 我非常相信她 她是非常好的太太 真的 你嘗嘩 應該也會 飄 Conference